重温经典,一股间经,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读《孙子兵法》九遍篇 这篇讲解,军有所不羁,敌军有的虽然可以打,但是呢,可以不打,不战是战斗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曹操的注解叫,军虽可羁,以地险难入,留之失钱力,若得之则力薄,困穷之兵,必死战也 发现敌军啊,你虽然可以打,但是如果你小谷的穷困之兵,又居显地死守,你如果吃掉他,没有太多利益 而代价却很大,甚至会遗误整个战局的进展,那你就不要打了 杜莫的注解叫,前面说的,锐主物攻,龟师物恶,穷寇物破,死地不可攻,都是君有所不羁的意思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强敌弱,敌人如果是前军先制,但是也不可以打 千万不要打,把他给打跑了,要等到他的后军到齐,再一举见面 甲林的注解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而如果可以招降,也不必还击 还有就是穷寇,顾险而守,击者死战,也不要打,静观其变,等他的心情 剁了,然后呢,再去打他 张玉补充啊,他说 众之无所损,克之无所利,也不必击 就是什么意思呢,莫谈小利,像那种鸡肋啊,食之无畏欺之,不必可惜 那些小部队,看见利就想取,你反而耽误了正事,坏了大局 所以让我们不断的去控制自己的主观的意愿和心性 前面我们说到行军是战斗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比战斗本身更加重要 速赢呢,也是战斗的一部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不战,其实也是战斗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利弊的衡量,也是一个全局观的问题 利弊衡量就是杀敌一千,自上八百,不值嘛 全局观就是局部有力,你对于全局可能不利,你耽误时间了 耽误了决胜的战绩,也不要去打他 军有所不及,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啊,一听就懂 但是我们读书嘛,往往都是为了关照自己啊,对照一下 你会发现,好像你没有一天能做到这件事情 没有做到事情有所不干,没有做到一些应酬有所不去 没有做到有的酒有所不喝 别以为情分是光荣是荣耀,别以为自己是战斗英雄了 你千万不要一歇下来不干活,就觉得有负罪感 如果你每天忙得要死,恨不得抓住所有机会 最后很有可能是狗熊般冒名,包一个认一个,白一个认一个 没有多大成效,也没有真正的积累 不如要停下来,好好计划一下,你到底想要什么 成有所不攻,就有的城池啊 虽然你是可以把它攻下来的,但是呢,你也不去打他 曹操的注解叫,成小而故,梁绕,不可攻业 曹,所以至华,废而深入徐州,得十四县野 这里呢,曹操举了一个自己的战例,他说,如果那个地方城又小又坚固 守军的粮食又多,那么你就不要打他 因为利益不大,代价却很大 所以他在攻打徐州的时候,就放弃了华费二臣 能够呢,让自己的兵力完全得到保证 直取徐州,然后就得了十四县的地盘 虽然那两个地盘没要,但是我得了十四县的地盘 东部的注解叫,如果敌人在要害之敌,他深挖沟,这个广积粮 就是为了拖住我们的部队,如果你这个时候去打他 其实呢,没有什么好处,那如果攻不下来 让我们的士气多方受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要打他 尘有所不攻,这句话对于造反来说啊,是最重要的 可以称之为叫造反兵法 造反兵法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快 但凡你要造反,上策就是最快的速度,指导精神 把皇帝拿下,然后你称帝 一旦被拖住了呢,全国动员 秦王大军,怀速集结 你造反就没有希望了嘛 前面我们看到王阳明 破宁王的叛乱的战略就是这样 当宁王猛攻安庆 安庆一下,南京就必然落入到宁王的手中 一旦宁王进了南京,就有了称帝的资本 他如果自己称帝,那大臣们就 选边站咯 那郑多皇帝本来就是一个荒唐的天子 宁王的机会不是没有 但是王阳明趁机娶了宁王的老巢 江西南昌 就堵他会回师来救 宁王的幕僚啊,嘴皮子都磨破了 说有所不公 南昌臣怎么不要了 我们拿了南京就得了天下 南昌不就回来了吗 如果在南昌被拖住了 那我们失了战机 我们的大事就完蛋了 但是宁王啊,受不了自己的老巢被端 马上放下了要攻下的安庆 回师来去救自己的南昌 最后南昌他也没能回得去 在半道上,在博洋湖就被王阳明给擒了 冥王造反是受前辈明臣主朱棣造反的鼓舞 而朱棣成功的战略恰恰就是成有所不公 开始他也是战事胶着啊 主要在河北打嘛,在山东打 燕军虽然打的胜仗多 但是损失也很惨重 而朝廷呢,其实兵源充足 到处都是有秦王之军 你要拖,燕军还是拖不过朝廷其实 后来朱棣得到了内臣的密报 他说南京城防空虚 于是就改变了自己的战略 清帅大军,绕过了很多关卡 直到南京,一路攻到扬州 等到江房都督成宣 然后呢,降了燕,燕朝 然后让燕尸渡江 因为这个朱棣的封地就是燕嘛 他被称之为燕王 然后拿下镇江,直逼南京 这个时候,古王朱穗和李景龙 然后开了金川门去投降了朱棣 出地就造反成功了 唐朝徐敬业反了吴泽天 吴泽天有谋士 劝他只取洛阳 这样冰封所指啊 不服吴泽天 他人有很多 然后可能会响应 这是造反唯一成功的希望 徐敬业呢 却不往北边打 他往南边打 他想攻下长州 镇江 南京 然后自己成帝业 那一看 这就是一个割据为王的 想做藩镇的气势 那这就没有人跟着他了嘛 多默也讲了一个造反的战力 他说刘宋啊 顺地的时候 荆州省优之造反 他的本钱不少 史书上说他素养兵马 多鸡粮士 战士十万 甲马两千 就带的那个盔甲的马 就是重装骑兵啊 有两千 叛军到了尹城 然后攻朝是一个职务啊 叫藏营 他说攻守一势 尹城呢 一手难攻 没有十天半个月 你拿不下来 那如果你不能顺利的拿下 你的这个 士兵的兵威锐气就没了 造反这个事啊 士兵们是被裹挟着干的 如果你看不行的话呢 军心其实也会有变化 不如放弃尹城 顺流而下 直接拿下健康 也就是南京 拔了刘宋的根本 那尹城不就是传习而定吗 一样就是发了一个习文 说我已经称帝了 你们要归顺我吗 传习而定 沈幽之呢 不听 然后呢 就把自己的精锐啊 全部拿出来去攻尹城 尹城的郡守 刘世龙 拒之 就是抵挡他 怎么打都打不下来 但跟着造反的士兵们 看见第一仗就这么拿 于是造反的成功的希望 他们认为是渺茫的 他们都不想担这个灭族之罪 于是纷纷当了逃兵 亏败逃走 沈幽之一看自己 大势已去 于是找到了个树林 上吊了 你看造反大爷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结束了 后世啊 西方有战略 战略家 总结 叫战略纵身 或者叫战略瘫痪 就一路打到敌人的中枢 把他的中枢神经给打瘫痪了 全国就投降了 不要步步为营 步步设防 更不要有什么补给线 你等 你是等不起的 关键就是快 这就是希特勒和古德里安的闪电战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这就是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万事啊 都是有代价的嘛 原文地有所不争 有的地方虽然可以争 但是你不去争 曹操的注解叫 小力之地 方争得而失之 则不争也 杜沫的注解叫 言得之难守 失之无害 吴子絮也曾劝谏过夫差 他说 今天啊我打齐国 获得了他的土地 就像就游石田野 不如早从事逾越 吴子絮要去拿越国的土地 不去争齐国的地 因为吴国是南方人 你灭了越国之后 得了越国的地 又能守住 也能耕种 你到了北方拿了齐国的 你没什么用 你也守不住他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不过此时的夫柴啊 志得已满 又被勾剑呢 伺候的很舒服 每天搂着勾剑送给他的西施 根本不以为啊 他会有灭掉越国的必要 于是呢 北向中原 就和齐和靖 争霸天下 这是他的志向 结果呢 他又中了勾剑的离间计 杀了吴子絮 就在他准备举兵北上的时候 勾剑趁他后方空虚 突然喜气 杀了他的太子 又过了几年 吴国就被越国给灭掉了 夫柴就自杀了 独立史的人啊 难免会扼腕叹息啊 说吴子絮这么大的功劳 对于吴国那么重要 夫柴怎么能杀了他 自卫长城呢 这是旁观者的看法 在夫柴看来 吴国的胜利和强大 其实是我自己的本事 怎么是吴子絮的功劳呢 这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种 心理的状态的变化 杜牧呢 还讲了一个战力 他说东晋的时候啊 陶侃这个人 驻守在武昌 然后呢 长江北岸啊 有一个城池 朱将都说应该分兵啊 就镇守那里 陶侃不回答 而朱将呢 反复就游说他 陶侃这个时候 带大家去渡江打猎 带他们到了现场 说我之所以涉险而遇啊 这个平的就是长江之险 这个城池呢 在江北 你里面呢 没有什么依靠 外面呢 又有很多的这种部落 你如果只是贪图 这个城池的利益 不仅守不住 还会容易招惹事 所以呢 就得了这个城池 无异于江南啊 就是长江以南 反而会招货 那干脆就不要了 后来余亮啊 就这个有一个将领啊 不相信 非得去守这个城池 就去了 去了之后 果然遭惹了各个部落的惊弓 然后打败 其实开疆拓土啊 代价很大的 人民是很苦的 所谓的汉武大帝 我们不是说 有那句话叫叫 名犯强悍者 虽远必诛吗 很多人认为他是英雄 历史课本上也称他为伟大的政治家 军事家 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他的时代 可能注定逃脱不了他悲惨的命运 要么你在前方流血 要么你在后方受苦 因为全中国都被他搞得破产了 汉武帝的晚年 国家 瀕临崩溃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 他写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轮胎罪己照 其中有两个字 叫狂背 就是汉武帝对自己的自我鉴定 鉴定 其实还算是比较恰当的 在800年之后 唐代诗人杜甫还留下了一首 千古名篇 冰车行 就是对于汉武帝开疆拓赌 写的一段诗 叫边亭流血沉寒水 武皇开边亦未 君不闻 汉家山东二百州 千村万落身经济 众有贱妇把处离 何身龙母无东西 旷妇勤兵奈苦战 背屈不易权于己 长者虽有问 义夫敢生恨 且如今年冬 未修关西族 县官己所租 租税从何处 兴之深难悟 凡是深女好 深女有得家比林 深难埋没随百朝 其实 这种非常 愿意开疆堕土的帝王 未必会取得当时的百姓的支持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